YAMAHA接下來的MAX跑旅系列可以說是近年來 他們當家的主力家族之一 尤其是橫跨了白牌、黃牌、紅牌 這三個集聚 在整個市場裡面也非常是一個強勢的商品 2013年推出SMAX之後 這一次YAMAHA又在國內增加了MAX E55的車型 它主要訴求的是比較PREMIUM 也就是比較豪華式的休閒跑旅的形象 跟SMAX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這裡 它是採用龍骨式的車架 並且採用E55的水冷單缸引擎 那這樣子的設定呢 或許很多大叔們會想到20年前 我們在騎馬車把妹 然後出去玩的那個時光 對它真的跟馬車的整個基本設定非常的相像 它這次的產品重點就是Keylis的 這一個 鏡頭移過來 Keylis的這個啟動系統 鑰匙你只要放在身上 你不用把它取出來 鑰匙在這邊 好 你到車旁邊只要壓下去 然後再轉 轉這一段就變紅火 然後按壓這個啟動鈕 輕輕的就發動了 而且你聽不到啟動馬達的聲音 這個也是它的整個最新的智能的啟動系統 好 另外在右邊把手這邊可以看到 它配備了彈速啟動系統 好 你只要車輛停下來 好 大概經過兩三秒鐘 它就會自動的熄火 那如果遇到綠燈的時候 輕輕轉動油門 它就可以再出發再發動 儀表板採用的是單色液晶儀表 裡面包含很多的選項 可以透過左邊的把手這個Menu的按鍵 好 去做切換 包含電池啊 還有里程表 在油溫 水溫 等等 平均油耗這些資訊 但是比較可惜的是它並沒有配置轉速表 另外在它的鑰匙的左右兩邊有置物箱 左邊是開放式的 裡面包含一個12伏特插孔 電源插孔可以為手機做充電 那這一個開放式的置物箱呢 它也非常的深喔 一個寶特瓶可以輕鬆的放進去 而且不會卡到你的龍頭 右邊的部分打開這個蓋子 裡面可以放手機啊 或是抹布等等一些小物品 它的深度其實沒有很深 它是夠用 好 打開這一個坐墊的按鈕呢 它的整個置物箱 算是合理的狀態 一個全罩安全帽加上一個半罩的 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另外它也不自動開啟 它不會讓你整個坐墊打下來 去打到你的手 算是比較便利的設計 好 你有沒有看到我後面 魚超大的 MX 因為它搭載了ABS這個系統 然後在這種濕滑的路面喔 其實它是確實能夠 讓你減少一些發生 事故的一些危機 像剛剛碰到一個積水路段 當時有遇到一個貧疾狀況 還好ABS救了我 我剛剛穿越整個五指山的山頭 所以也體驗到了它的 整個爬坡的性能 還有在整個彎道上面的性能 那簡單來說 其實MX它是一個比較注重在休閒騎乘 我覺得它是適合長途騎乘 尤其是它的懸吊設定喔 其實是比較舒適化的 那當然它的長軸距的車體呢 在一些中高速的彎道其實騎乘起來 穩定性非常高 整個騎乘三角喔 設定非常的合一 你可以很輕鬆的 以非常舒服的駕馭的姿態去享受它的速度感 在腳踏的部分 它也分為兩段式 一個就是你正常平面的腳踏 再來就是 你如果要比較 切衣一點的方式 就是把它往前擺 這邊一個比較傾斜的角度 騎起來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那在動力的部分呢 因為它這一顆引擎標榜它搭載的是可變氣門正式系統 所以它在整個拉轉的順暢度喔 其實非常的出色 起步的部分礙於它的車重 可能沒有你想像中會讓你驚豔 那尤其是爬坡的部分 你也只能稱它為順暢 舒適中帶著快翼的一種加速的質感 但是有一個小小的一個缺憾的地方就是說 因為我發現它在轉速在某些比較低的區域 尤其是時速大概40公里左右 不管你是巡航或者是下坡路段 它的傳動系統會有一點點高頻的聲音 那當然過了這個區間 不管是過了還是低於 其實都沒有這個聲音出現 那我不知道它是因為新車還沒有磨合 才會產生的還是怎樣 shoppen 店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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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裏